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弥勒古佛普话篇 主诸先佛为弥勒古佛 弥勒古佛将 术 弥师 师曰 弥师其徒时可悲 浮沉苦海至何时 前尘回首茫茫秒 心性无灵异便吃 又师 为人正性不能无 处事须知甚不屈 莫乱莫迷方寸定 目标确立迈前途 又师 人生度是四行传 风浪无停叠叠连 只要难真方未准 光明大道在于前 盛世 人生在世 有如行传于水上 叠受风浪 波折无停 心扰传身 故行传须有指南真之装置 只能认清方向而无差 若把稳传舵 航线就可安全 而能安达目的地 否则 随波逐浪 未知其所也 人生亦如是 在生活过程中 挫折与困扰 自所难免 只要立定志向 百折不挠 必定能安然度过人生过程 不虚度光阴 而有所成就也 茫茫苦海中 最怕的是迷失 在波涛万丈 茫然无际的苦海中 如果不能遵循这既定的航道而行 那么 必然会被狂涛所吞噬 所以 不能迷失 是为人处事的最基本原则 然人生于世 应何会迷失呢 皆因不出于酒色财气四字所致 自从人生之始 其灵性已受假体的树传 好意恶劳 因而灵性已经迷失了 致使不行康庄大道 偏走邪境 终至失而再迷 无药可救已 世人若能遵循天定正轨 不履邪境 定能迈向光明境界 世人何乐而不为乎 世人须知 人无艰苦作 难得世间才修道易如是 不经魔考 难得成道 与云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然后使能成就 所以 人知生也 有负天命而来者 有负罪业而来者 负天命而来者 必须经过魔考 使能完成其使命 负罪业而来者 必须造功利得 以解消其塑业 使能还我真如也 怎奈现实之人 昧于天理 无所不为 罪孽滔天 此皆迷失其善良本性所致 有者 甚至家有正当良好事业而不为 偏向邪进而做出不正当之行为 异想天开 欲以一本而获万利 获想不劳而得 皆呼 天下岂有不劳而得之事 也 然则 人生因如何才不会迷失呢 无他 只要有一个正确而坚定的信念 不为声色所迷 不为物欲所获 就不会迷失 虚知 务必自辅而后辅之 那就是忠心思想的迷失 所以必须建立心中正确的中正思想 坚定信念 这才是抗欲迷失的良方 如行传有指南针 肩把传堕而行使 就不迷失也 护法尊者降师曰 忠庸之道守心中 偏激逞能抱恨中 甚莫极端之进退 三分礼让福无穷 圣事 功灵福尊畅谈迷失 小僧云游路过 顿开茅塞 偶有心得 为人妾莫行事偏激 专走极端 盖极而尽知 心无尽退 心神难以自主 则亦入迷 久知 心中真我自失 迷于凡尘苦海 则难返以 成灾事掩野 心为人身之主宰 忍之行事与处事未能甚思 而孤行极端 则心神入魔 迷失光明之路已 人知其性好恶 均为偏向 此为劣根之性 中庸之道 实存心中 必不至于迷失也 小编整理末法书 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 可从地狱离开 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 虔诚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 则可至少到寄宫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 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 则有两位 入轮道 五庙明正堂 拱恒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数例 二 萧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 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恒堂 与五庙明正堂之数例 拱恒堂之法会荣誉 总功德主准与萧妻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恒堂圣书 现世报律例 五庙明正堂圣书 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数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恒堂圣书 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 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拔与生前筑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恒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筑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筑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异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籍往生弥勒净土 筑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盘温ility 盘渐 盘渐 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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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